Hello,大家好,珠春路 農曆新年快到了,帶大家逛逛逛 內地旅客通常去旅遊區辦年貨 本地街坊一定是來二字街三盞燈這一帶 這位叔叔是傷殘人士 他很正確地使用電動輪椅 大批司拉出動辦年貨 有相互說因為珠海爆疫 居民少了出拱北買東西 而且網購速遞不到珠海 現在不知能不能來 所以不少居民留在澳門辦年貨 主要是買食品輝春、年花、年吉等等 尤其是年花出不到大陸 在澳門買以蘭花最多 真的很多選擇 一盤兩支90-100元 一大盤要500-600元 至於年吉,小盤一塊水 中盤兩塊水 不說不知 原來黑沙環的年吉貴過二字街和三盞燈 我有做過調查研究 過年少不了購買糖果、糖冬瓜等賀年食品 有商戶說經濟低迷 居民辦年貨都沒有以往那麼熱烈 客人多數買金幣元寶形狀的巧克力 以及堅果、瓜子等傳統食品 但整體消費力明顯下降三、四成 很多客人都在選少少少 有影節擺放就算了 預料生意比去年跌兩成 是真的嗎?老闆 我覺得未必跟經濟好有關 主要是以往買得太多 吃不完 覺得浪費 所以加上家庭 個個都很聰明 當著份量買 不要浪費 疫情限年貨、進貨、加、運費都增加了 聽說 但商戶說考慮到居民的消費力 不敢加價的同時更加提供優惠留住熟客 距離新春還有幾天時間 預料最後幾天 商戶說要促銷大便賣清貨 是不是遲買便宜多舊呢? 遲點買便宜 好,這集先到這裡 再見